這個有限息 那個就是我做的 以前進鄉越忘記 就是我們這種行業越忘記 它要出陣頭 現在是被那個進口後衝擊很大 以前我們家族都是 現在剩下我跟我太太在做 現在這個動作就是小扭皮 治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這塊扭皮要削得好 這個不要擠 小扭皮要控制好 手工的東西就是盡量一直修正 沒有一下子就可以 如果比較要骨繩比較紮實 比較高亢的時候削厚一點 像北館用骨 北館那個聲音不能削太薄 如果是好像宋經的 佛教類用的就要削薄一點 它那個比較輕柔 削好以後再打動船繩 出去外面曬太陽 我們這個都是風錘日曬 沒有風乾什麼都沒有 都靠風錘日曬的 我以前為什麼不喜歡這種行業 你記得那個皮沒有曝曬太陽 都悶在那個里房內那個味道 好像石臭味那種 我以前就是聞到那個 我都會吐吐啊 所以我以前檳榔池很大 我老爸說檳榔可以壓味道 現在習慣了 那個牛皮處理完了 那個牛皮處理完了 這個動作就是奔骨 這個牛皮 跟骨麵比較密合 比較不會有那個空隙 但是這個牛皮 剛剛我們在拉那個纖維 它那個延展性很夠 你不能這樣 這樣聲音不錯就跟它頂一下 它會延展 我們要再上去 踩一踩再翻 這個它聲音就會比較紮實 所以最好踩破是現在踩破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我如果崩好的時候 再踩破就不好玩 這個奔骨要分聲音 有的時候 你什麼會調會 會分 我說 台語有句願意 就是那個 客觀邊的地 不要唱客觀 要看電影 我們是從小經驗說 哪一種用途 我們就知道什麼聲音 要噴什麼聲音 都鵝鵝目燃 小時候就是很討厭 臭臭髒髒 看到那個牛皮都會 都會吐 不喜歡待在家裡 連讀高中 讀入港高中離我家很近 我也不要回家 同學要來我家玩 我也不讓他來 覺得做那個 那個 那個工作好像很 很初見 那時候我剛退伍那時候 我爸爸有接一些日本那個太鼓 那時候我爸爸說 說缺人熟叫我回來幫忙 那我哥哥腳步方便 他有小兒麻痺 那全家都是仰賴 仰賴這種行業在生活 那所以 只好硬著頭皮 我還是不想做 那整天都 酗酒 啊跟他吵啊 不想待在家裡啊 到後來我爸爸中虹 九年才過世 我爸爸中虹九年才過世 我哥哥 跟我嫂子 一百天以內 兩個夫妻都過世 那時候 那幾年很辛苦 那個大陸貨進來 差不多我的一半錢 比如說那個大股 我一個賣兩萬 他大陸差不多一萬 那時候整整差不多 三四年 都沒有生意 我還被那個客戶 用台語跟我 叫三字經 說要買我的 不如買兩個大陸的 還可以常常有新的 啊不過 反而是很多 那個 參觀的很多 那個知名度有打開 後來 又回流 回流他都是用的不好 不適合啊 算什麼鎮頭 分什麼聲音 他們沒有分 他們都是一致 我們的股生 比較符合客戶的要求 現在很後悔 很後悔 啊感覺很對不起我爸 但是這也是 我 從事這個行業的助力 我的背後 我都會 會 努力做這種行業 也好 好像安慰我爸爸 好像也安慰我自己 本來我 我那個 股上面 偶爾 不蓋那個印章 我們 褲子 並排在那個印章那上面 我是 對他一種懷戀 現在就是 出門哦 看到人家在用我的股 信息 永安至福 哦 就很有成就感 哦 那個就好像那個打鼓鼓動人心 哦 很幸運 很爽啊 心裡就會很爽 沒有 是 嗯 有 三 二 一 你說 這